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政捐研家報》副經理陳維聰先生 Jason 你好 跟進一下港股開設表現 今天低開123點 現在最新跌113點 做20371點 國企指數也低開 現在做98點 報10426點 成家暫時有17億 期指跌116點 20151點 低於206點 成家暫時有6300多張 跟Jason不如先說一下昨天歐美股市 看到普遍都向下 先跟進一下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76點 收報12932點 另外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5點 收報1363點 納指方面下跌11點 收報2946點 歐洲股市方面 巴黎CAT指數下跌2.7% 收報3124點 跌至89點 法蘭克福Dex指數 德國方面股市 都跌至1.9% 報6444點 跌至124點 其實現在歐洲方面 局勢 當巴黎那邊 當法國那邊 新一屆總統換了奧朗德之後 大家都可能在憂慮 其實歐債的前路是怎樣 之前達成的協議 是不是又會反口複洩 不知道 有些不確定性 但是現在 在希臘方面 我經常覺得 希臘是很麻煩的一個國家 之前說幫他 又說我不用你幫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始終人家幫他 有代價 之前基本上簽訂了援助協議 背後都要達成一些削減彩赤 一些緊縮的政策 會令到國民的生活 可能會面對一些比較艱難的環境 包括可能有機會被人裁院 退休年齡有機會押後 甚至乎大幅加稅等等 這些問題 都對於希臘的國民來說 都叫做是痛不欲生的 你見到上星期的國會選舉的結果 都顯示了 其實現在都有一個為數幾多的國民 都希望支持一個所謂反緊縮的政策 所以你見到當地的一個偏左的黨派 就是左翼的聯盟 其實都見到國會上的投票率方面 得票都是比較高 如果你看看現在國會的選舉 和聯合政府的籌組整個過程 都還在面對一些很大的不確定因素 包括第一大黨派 就是新民主黨那邊 在之前那幾天 就沒有辦法籌組一個新的政府 現在就輪到第二大黨派 在左翼聯盟方面去嘗試組一個政府出來 那他這次都很講明 就說未必就會和第一大黨派 和第三大黨派 即是所謂緊縮的黨派去合作 也都在昨天都是聲言 就說之前希臘所定的緊縮法案 那些紓困方案 一一都是會無效的 大家都開始擔心 一旦你說這個黨派 真的能夠籌組一個政府出來的話 那的確是有機會 就令到之前所達成的那些方案 就一一都可能被推倒重來 那到最後的結果 大家都可能怕 就說會不會希臘都有一天 就將會是破產 甚至是脫離歐元區 那樣 還有都要留意回到 去到六月尾 其實希臘又要償還第二筆的貸款 之前歐盟、IMF那邊都說明 就說你去到六月 如果都不能夠達成第一步的削尺目標的話 就不會再批那筆的貸款給你 如果你說今次這個新黨派上台之後 我相信達不到標的機會都是幾高 所以大家都可能要留意 希臘整體的發展情況會是怎樣 但我有個不明白的地方 通常就是說 譬如你看上年 譬如歐洲局勢這麼動蕩 歐債問題 大家都覺得好像無底深淡 當時的金價其實都升得不錯 但今次譬如你看到 歐洲方面 好像債務危機重現 在一個升溫的效應下 但見到金價反而是不升反跌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照計上年那個 歐債危機出現的時候 大家是怕一個問題 就是怕整個歐元區會是解體 當大家都信不過你歐元這種貨幣的話 就將那些錢 將那些資金 就放回去黃金那裡 就作為一個避險的貨幣 但是今時今日 其實大家就不會說 很擔心整個歐元區會解體 極其量就是希臘到最後搞不定 都是希臘自己要脫離歐元區 但是你說德國、法國 甚至乎你說之前推行一些緊縮措施 都叫做挺有效的意大利 看勢應該還會維持整個歐元區的穩定 所以既然歐元沒有即時解體 或者短期內解體的風險的話 自不然對於市場的避險氣氛來說 都會有所謂削弱的 如果你看到昨晚歐元跌下來 令到美金升的話 去回到最傳統的關係 就是說美金一強勢 令到金價方面的走勢都會比較差一點 也都說見到昨晚 無論是國際的金價 或者其他的金屬商品的價格 都有個比較明顯的跌幅 油價已經連續五天下跌 其實像你所說 希臘方面的選舉的不確定性 其實加深了歐洲對歐洲的政治局勢的影響 還有見到昨晚美國原油庫存 也有個增加的情況 紐約旗油6月收報97.01美元 跌了93美元 倫敦布林特旗油收報112.73美元 跌了43美元 跌就不是說跌很多 但已經連續幾天跌在100元以下 怎麼看呢 紐約旗油基本上是連跌了五天 你看回其實現在 內地的經濟增長也有機會放緩 再加上美國上個星期公佈的就業數據 亦都不理想 都反映著當地的企業 其實可能整體的擴張勢頭 都有機會在今年第一季就叫做完結了 大家都開始擔心 踏入第二季之後 美國整體的經濟反彈的動力都會減弱 再加上歐洲之前出的PMI數據 都還是比較差的時候 大家都還是把焦點放回歐美的經濟 但仍然都沒有一個復甦的動能 另外國內經濟的爭取也都會放慢的時候 都令到整體那個原油的需求 在接下來的時間 都有機會會有個明顯的減弱 所以都見到市場在近期都不斷 以一個沽售 旗油為主 再加上看到紐約的原油的庫存 都是連續幾個星期的上升 當你見到供應不斷的增加 但需求在接下來有機會大大減少的話 對油價來說 都可能會有個短期的壓力 都仍會持續 看看港股 其實已經碰著一百天線了 現在最近二萬零三百十四點 跌著一百七十點 港股剛剛說的外圍的情況 都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 今天最低的百多點其實很正常 還是現在會下市更加低的水位呢 始終剛剛說到 希臘那邊的問題 短期之內都仍然會困擾整個市場氣氛 當然你說希臘這個比較小的國家 單憑它的影響力就不足以 令大市要跌幾千點 或者有個很明顯的洗倉 但是都要留意 始終現在市場的焦點 就怕希臘這個問題 會不會進一步傳染到其他國家那裏 如果你說歐洲那邊的局勢仍然不明朗 對港股來說 都還有一個短期的壓力在這裏 當然你見到近期來說 國內A股都相對是強勢的 看看接下來 究竟國內出的CPI 那些經濟數據 能不能夠都可以有個條件 令到A股可以做好些 如果你說A股做好 但外圍都是差的話 對港股的影響都相對是中性 所以初步你看到 恆指跌穿了二萬零五百點之後 以一個圖表上 技術上的角度來說 都仍然有個持續下行的壓力 再下一個支持位 就可能要看回四月初的低位 大概是有兩萬點左右 好 跟大家跟進了 就是現在內地股市 開始之後的表現 上市指數今天低開16點 今開始報2432點 現在最新跌22點 最近2426點 跌幅已經有0.93% 另外滬深300指數跌1.2% 最近2676點 跌32點 而深淨城市跌1.5% 做近10365點 跌159點 我們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跟Jason 聊聊其他股份的表現 也和大家看看籃籌股 開始之後的表現是怎樣的 稍後再聊 稍後再聊